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抱歉,我這麼久沒有做節目 有上來的客人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我真的是 12點幾 1點幾 才離開公司 最近是 因為禁了晚市 大家沒有去 所以上來探我 謝謝你們 我們沒有糖吃 但是包包你買了 我又不會理你 可能就是這樣 講笑就是 因為很多客人過來做清理 上一集也有提到 什麼叫做清理 我們今集就多說一些 我舉一些真人例子 給你們知道什麼叫做清理 一個就是濕疹 受醫護士 然後我又會再講 其餘兩個個案 是很精彩的 我出了一個報告 我不是說女生濕疹的 是不是 我們是怎樣做的呢 那一次 就是我們檢查 她就是 我忘了她怎樣上來 她是聽節目還是有人介紹 我都忘記了 她當時是胸口有濕疹的 因為她穿圓領衣 都很明顯 在胸口的位置 有一大大粉紅色 其他部位都看不到 穿了衣服 我們問她的膏 她說她是有敏感過敏反應 對於美容用品 對於美容用品 美容用品 然後 她的淪巴系統 我們就在一個 我們叫做 Radiesic Color 即是能量的顏色角度去看 不是麥倫的顏色角度 她是屬於Fall 秋天的紫色 其實如果你的理解 就是 它再跌一格 就會去到白色 白色就是 Border Between 健康和不健康 即是 挨近病的狀態 即是臨巴不通腸 再看她是因為什麼原因 她就說 是跟疫苗 和貓、狗 心思蟲有關 我們覺得R頭 因為 正常人 怎樣對疫苗和貓、狗 心思蟲會有抗拒反應呢 我們理解不了 然後 對呀 你在手衣腸中做的 她經常都會處理這些 OK 然後 有再說 她皮膚的 汗線是有問題的 而她的 她的面骨 她是C3 是頸 C3 現在是她的面骨 OK 接著 就有 對膚質敏感 是的 還有說一些其他東西 即是 哪一節的組織 有一個是說 血管 叫Dorsalis Pettis 然後 還有她的T1 這個就是脊椎 她的鼻鬥 說這些東西 然後 好笑的部分 就是 她那天上來 檢查這件事的時候 她就說 我昨天睡不到 然後 她的HIGHER SELF 有說 叫她要避開 喝有氣 有糖 有咖啡因的東西 她就說 哎呀 我前晚喝了兩罐C0 我就說 有什麼問題 我自己每晚都喝不止兩罐C0 但是 原來 因為她不OK 這件事 你明白嗎 所以她就 睡不到 然後 我們的做法很簡單 講來講去 物理層面的清 都是那五樣東西 就是那五元素 就是地水火風空 那地元素 大家有聽過都知道 就是這個 鼠尾草 它是地和風 水 就是一個淨化的噴霧 然後 還有一個肉鹽 我們現在做清理 我們會給你這個肉鹽 那回到去 我先教大家怎樣用 就是 你如果家裡有浴缸 香港很多人有浴缸 我知道 但如果你有浴缸 很簡單 就是你開一缸水 兜油 兜頭 浸下去 OK 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你沖水 如果你沒有浴缸的話 都不難處理的 你就做些鹼液 OK 加那些肉鹽下去 那個是大地輪的肉鹽 所以它是黑色的 OK 你輕輕擦全身 OK 那你就不要大力刮 因為會損會痛的 OK 它會輕輕帶過全身 OK 你看到日本 例如壽司舖 你走進去 你看到門口 對著門 它是兩棵鹽的 三角形 像一個塔一樣 對 因為鹽自古以來 都認為是有淨化作用的 以前古羅馬 他們新屋 他們會在地上灑鹽 和灑墨 大墨 我忘記是大墨還是小墨 還有薑 薑 薑 就是令到房子變得乾淨 做過灑症 和豐盛 這個女生 我有問她 我問她 你是不是轉了護膚品 她說是 她說 但我不知道是有問題 但我問她 你的身體現在明顯有一個抵抗反應 我剛才說 給了肉鹽 還有水 還有噴霧 鼠尾草 就是地和風的元素 火就是蠟燭 蠟燭 蠟燭是用來望的 如果有學過瑜伽 教授訓的人會知道 古印度瑜伽 有一個叫Kriya Kriya就是火的淨化 而Kriya當中有一個就是望蠟燭 那就是臨睡 望蠟燭15分鐘 這一個我真的希望在節目裡解釋給大家聽怎麼用 因為很多人聽完之後 就走去做其他事情 然後就不對了 首先 你要是沖了涼 洗頭 塗了所有事情 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有淨化的浴鹽 洗頭洗完涼 浸完那個鹽 或者拿鹽液 擦完 如果頭髮的話 你就加進洗頭水裡擦 然後沖水 全身 能夠清晰它 然後進入房間 我假設你自己有間房間 這樣你就關燈 關掉電視 YouTube 關掉所有事情 不要開著任何事情 很簡單 因為人其實是沒有複製的 沒有的 你以為你是複製的 其實那個不是複製的 只會是不同的想法 我現在在想一件事的時候 我沒有可能同時在想另一件事 我只可以由A 轉換到B 那些人所謂的複製 其實是他轉換得很快的 並不是真的 他可以同時的腦 進行兩件事 所以我為什麼要這麼說 我這麼強調 就是說你看複製的時候 nothing else but 複製 就是因為你要讓你的系統 free up space 出來 去做他要做的事 你要騰空自己 你要放空自己 就是你看複製的時候 你不要播YouTube 就算我想聽你說 你也不要啊 你不要播新聞台 不要有YouTube 不要播歌 nothing OK 你要讓你的腦 有時間 有空間 去process 這個淨化 因為你 Supposedly 就是放空 什麼都沒有 OK Absolutely nothing 放空 你不用跟自己說 不要想事情 總之放空就好像 發白的夢 你明白嗎 就是啊 老闆說話很悶 老師說話很悶 這樣 那你就放空了 那當你放空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會自己飆出來 我們就是要這件事 那我有一個 同事 他最近 他做 真人真事 你走上去問他 他就是 我忘記大前問 還是什麼時候 他就看蠟燭 他是喉輪主導的 所以他太陽輪是弱的 他看完之後 今天兩點多跳上床睡 不是 不是兩點多 他早點跳上床睡 看完蠟燭跳上床睡 到兩點多的時候 突然之間 覺得太陽輪的位置都被火燒 就是太陽輪的位置都被火燒 然後就爬起來 然後又吐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清理 很多人會害怕 你為什麼幫我做清理 我會吐 我會吐 我會發燒 我會發燒 我坦白跟你說 我們有三個客人 清理完之後 生蛇 真人真事 我說的那些詞 全部都是真人例子 你說他有沒有害怕 他沒有害怕 反而他還回來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 這些東西清了出來 當然比留在身體上更好 你留在身體上做什麼 這些不是好東西 OK 我昨天有兩個都過了 坐在我面前 然後有另一個女生 我稍後會說她的個案 她就是清完之後 來了 她說兩個禮拜 黑色的兒媽 OK 這個就是和清生殖倫有關 生殖倫裡面的 store了的負面情緒 過去的事的能量印記 生殖倫和什麼歲數有關 是七至十三歲 OK 那段時間所發生的事 的能量印記 實說是生殖倫 7歲之前 就是在底倫 行不行 OK 那生殖倫的屬性是屬水的 所以你發覺 七至十四歲往往就是 因為男生和女生都是第一次 性殖成熟的表現 譬如女生會有驚奇 7至14歲的period之間 男生都在這段時間 可能會有第一次 例如夢為 或者怎樣 OK 因為這個元素是水 能量上升到生殖倫 那我就發展這件事 明白嗎 所以7至13歲 如果受到一些大的創傷事件 舉例大家的利是被性侵 或者是一些很創傷 即甚至你爸爸媽媽打你 或者是限制你的自由 限制你的發展 這件事都會對生殖倫構成影響 你記住 麥麟是好像Harddisk那樣 就是 它是儲存著 它儲存著你人生裏面 不同周期 不同歲數 時段所發生的事 的能量印記 這個當然你說 不是西方醫學的講法 西方醫學的講法 就是儲存在你的腦 但是在能量的角度 不是這樣看 就是不同的歲數 你看看 7歲之前 我們的能量集中在底輪 是地緣數 你發覺7歲之前 大家其實都在地上爬 說真的 在地上爬下爬下爬下 而且走來走去 不會停的 很喜歡吃自己的腳板 塞著腳在自己的口上爬來爬去 很活躍的 而且我們的身體的開發 是在硬件上的 就是肉 骨頭 是很蓬勃地發展的 但是去到7至13個時候 就已經去到水元素了 水元素 就是剛才所說的 男士就是精液 女士就是經血的開發 然後我們再高一點 就是去到太陽輪 太陽輪就是14歲開始 14至21 這段時間就是火元素 火元素 也可以理解為 是你個人的動力 你個人的求生本能 你個人對生命的熱情 你那團火 這個時候大家發覺 你會做什麼呢 展現力量的時候 所以14歲 如果有家長 有小朋友 過了這個年紀 你就知道 那段時間他們是 反叛的 是不聽話的 所謂的叛逆期 反叛期 就是14歲 onwards 他就想脫離 如果父母沒有這方面的訓練 那些子女不聽話 整天 對翼硬了 就想自己飛 其實這個是正常的 在古代 我們說遠古時代 14歲 他就已經要授獵 他要展現力量的時候 這個就是他的太陽輪要爆 你明白嗎 Energy上到太陽輪 14至21 他要展現力量 他才能夠在這個族裏 這一群人裏 樹立自己的地位 他才能夠有自己的安心 安身立命之處 因為如果不是 如果你是一個很弱的人 即太陽輪很弱 你沒有辦法狩獵 你沒有辦法覓食的話 那個族人 你的族 會將你驅逐 你會不會 belong 你明白嗎 你已經 你走了 你廢了 你明白嗎 所以 怎樣去到14至21 那些小孩子 會想離家離巢 因為這個就是他要出去授獵 不再是依靠父母幫他 打獵拿東西吃回來 OK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不是你的子女 半譯 不聽話 這個就是他展現力量的時候 你明白嗎 所以你是要放他出去 你不要困住他 如果你困住他 你還繼續 你不是這樣 你聽我說 是這樣 還要批判他 打壓他 他的太陽輪就會受損 他這輩子就會沒有力量 是co-dependent 就是依附人 人家說什麼他沒有主見 我都說了 你看回台灣 鍾明軒 你看川普 你看我 我們是太陽輪的人 是很有力量 他人很有動力 OK 不會說踢一踢才動一動 還有我們不會質疑自己 我們不會覺得自己有什麼錯 你明白嗎 我不會second guess我自己 我這樣說對不對 我這樣做對不對 我沒有那件事情 留意太陽輪主要的人 是充滿自信 充滿力量 充滿動力的 我都說了 我開玩笑地說 我說如果這個世界 你給我選擇 可以做吸血僵師 我一定做的 因為我對生命充滿熱情 我想不斷地學習 我想不斷地生活 太多東西了 我覺得這個世界太多東西 太精彩了 OK 這個就是 如果那個人 他在14至21期間 他受到嚴重的打擊 主要是針對他的自信 針對他的自尊心等等的話 他就會重創了他的太陽輪 你重創了太陽輪 如果你這樣對你的子女 你預了你這輩子都要讓他 OK 因為他已經是沒有那個 OK 我不是說 在原始社會 就是沒有那個規食 那個能力 那個動力 所以 各位 去到14歲 你要放手 父母 讓他出去 有跌跌撞撞 OK 跌跌再爬起來 這個是他的learning process 父母要懂得放手 OK 不同的脈輪 就是不同的時代 然後去到22至29歲 你發覺很多人 會在這段時間結婚 或者是有很穩定的戀情 因為這段時間 就是心輪的時代 心輪的時間 心輪的時間 就是你和別人有愛的交流 不是自己和自己交流 是和別人交流 OK 所以我經常講的比喻 如果大家也試過 分手 很傷心 心如刀割 很難過 心很噁 心難過 心痛 心如刀割 這個時候 你去找個心臟專科醫生 他幫你檢查 你說心痛 當然幫你檢查 看看心電圖 檢查出來 他說你沒事 但你說不是 我的心真的拿著痛 但醫生說你的心真的沒事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不是物理層面 這個是能量層面 你的心輪 記住 他除了一個Hard Disk儲存之外 他是一個抽油煙機 在那裡抽的 一個抽氣線 在那裡轉動 摩打 他一路轉 一路generate能量出來 但當你經歷很創傷 你很愛他 但他不愛你 你的心 為什麼會痛 因為你的心輪 shut down 他不轉 他變得很慢 shut down 他一shut down 影響什麼呢 影響你的心經 心包經 肺經 那為什麼 濕疹 我剛才說的 獸醫診所護士姐姐 他的濕疹 我們處理的 就是處理他的心輪 之一是處理心輪 就是 心輪在中醫的經絡角度 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它supply到肺經 肺就是主皮膚 所以 有濕疹的人 你要搞心輪 你要搞肺經 肺經的源頭 就是心輪 中醫也好 武後小說也好 說的經絡 它的根本就是默論 為什麼會有大小周天 為什麼會有任督而默 你看清楚的位置 就是默論的位置 明白嗎 所以 我一節目裡 我都說 其實你們 聽不到 我 或者看不到 我in action 做 但是想過來 做過清理的人 看過我做清理的人 OK 當時你就知道 默論為什麼這麼重要 當你的默論通 你的頻率會高 你會直接可以收到 還有做到事情 OK 你自己check到自己已經很厲害 你自己清理到自己更加厲害 那你不用叫我幫你做 但是你可以幫人 check 再幫人清理 就是 entirely different OK 那我就說 你們沒有見過的 你不會明白 是怎麼一回事 我每次 我就說 我在舖頭坐到12點幾 1點鐘 我就說 你們現在明白為什麼 我是做不到節目 我不是不想做 我是真的沒有時間做 是的 OK 我剛才不是說了 例子 就是 那個女孩子 OK 有濕疹 當然啦 濕疹你可以看醫生 你可以吃雷固醇 但是吃雷固醇 吃得多會有什麼副作用呢 就是會骨敷 OK 那 而 so far 料理濕疹的方法 so far 最有效的 你覺得 最可以立竿見影的 就是 吃雷固醇 茶雷固醇 藥膏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斷尾呢 OK 所以我給你一個更多角度 就是知道 很多濕疹的人 為什麼搞也都搞不到斷尾 而不能夠好 你問我說麥理層面 可以 你就斷糖 就是生痛 簡單地說 喝骨湯 然後不要吃 會令到你身體有強烈反應的東西 例如 剛才我講的那個女生 我講的那個姓 吳小姐 吳小姐的個案 她的膏 我講得明白 就是說 不可以吃膚質的東西 講得明白是小麥的膚質 她自己知道 她自己知道 她吃了身體很大反應 是的 我不記得她現在生痛了沒有 但是她知道她一吃了就發了 OK 但是最近為什麼發呢 是因為 轉了護膚品 因為她日常工作的環境 裡面有疫苗和貓、狗、心思、蟲、相關的用藥 這些東西是她的身體有很強烈的排斥反應 而她自己一直都不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呢 其實 你不會aware的嘛 你明白嗎 哎呦 阿親 你在這裡啊 你好啊 對了 我告訴你 我現在身邊最好的朋友 都是客人來的 本身 很棒 由客人變了朋友 但還要是很close的朋友 有些反應 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那個高度 是的 這裡在座 有不少人是清理過的 清理過的人才知道有多神奇 我今天有些神奇事告訴你 但是你聽了你可以不用相信的 你就是上來吃別人的花生 就是看看別人清理 然後你就在旁邊看看 沒有得騙的 因為現場沒有得騙的 好了 我不是說剛才那個女生 她就是 原來最近是轉了beauty products beauty hair body products 身體排斥 而原來她一路做事的環境 為什麼她那個濕疹 繞繞樣樣樣 會不斷地復發呢 就是疫苗 還有貓的心思蟲 她用藥 她的身體很抗拒 有說少少其他事情 是關於情緒層面 或者是跟別人的相處 但是主要是說身體多 那個淋巴系統 已經是一個不太健康的狀態 OK 然後看線 她自己說 我知道我自己看線有問題 有拿出資料 就是她要用什麼東西 草本植物 去沖身 去淋身 所以我有再Post 她最新的相片給你們看 就是 沒有了 清了 OK 你問我是不是一定不會犯法呢 都是那句 濕疹這麼難搞的原因 因為她橫跨四個層面 她不是純粹物理 如果純粹物理 一吃藥 就說 喔 斷尾了 沒事了 不是的 是會堅持回來的 因為 物理層面 剛才我講的 你不是生酮 你不是不好吃 會令到你身體有強烈反應的 例如 濕疹 有些人不是說這件事 有些人可以說另一件事 是你身體不要的 而情緒層面 就是 影響你肺經 影響心倫的情緒 悲傷 這個擔心 悲傷 都是影響肺經的 然後 能量層面 就是 當你的情緒積壓得太多 你沒有清理的時候 它就在你的心輪裡累積得太多 你的心輪就會崩潰 它太多積滿了 它就倒進你的心經 心包經 以及肺經那裡 那你就全面大爆發 而最深最深的層面 就是靈性的層面 靈性的層面 就是 你 爸爸媽媽 兩個家族系統的 不和諧 以及衝突 兩股勢力在你身體裡 沒有辦法協調 而這一個 是因為憤怒的 我舉例 例如 媽媽當初不想有寶寶 他對於有寶寶這件事 他憤怒 或者是 爸爸媽媽的相處不和諧 那個憤怒 甚至 你知道在家庭排列 家庭的角度 就算你不是有直系血緣關係 但是 那個人 因為他有重大付出 OK 他讓出位置 而成就了你的出生 他也是你的家庭系統裡面的 即是 舉例 好像 我妹妹 幸好她不懂得聽中文 但可能我媽媽會爆勇給她 就是 我妹妹 現在的先生 OK 之前是結過婚的 這樣呢 我妹妹認識她的先生的時候 她們好像是未離婚 但不是因為我妹妹介入 不是 她們本身已經不協調 即是我妹夫和她的太太 本身已經不和諧了 就想離婚 搞離婚 接著 認識我妹妹這樣 但是 我妹夫的前妻 就把憤怒 遷移在我妹妹身上 覺得如果不是因為你 她又怎麼會這麼快跟我離婚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而我妹妹的兒子 生出來一個月就已經很濕疹 很嚴重 但是奈何呢 我和我妹妹說 是很難說的 因為為什麼呢 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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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回教的 她是伊斯蘭教的 所以 她 家庭排列她答應過我 她說她會陪我去的 因為她是一個很好的妹妹 因為她當初我問我 她說 我兒子一個月就已經有濕疹 我就說 我用金盞花 用燕麥的蛋白 她說我什麼都試過了 我就說 那你要考慮一個靈性的角度 就是 我問她 到底是你還是你先生 有一個 angry ex 我這樣問她 她就說 我妹妹 她就說 Saleem 她老公 has an angry ex wife 在家庭排列的角度 在家庭系統 未必是要有血緣的 那個人的重大犧牲 她讓出位置出來 成就了你 譬如她很大的錢 成就了你的家庭 譬如幫了你 爸爸創業 借了錢給你 這些全部都會 納入了你的家庭系統 而那個人 如果好像在 我妹夫前妻的角度 就是她讓出位置 成就了我妹妹 而因為我妹妹 根據她的犧牲 而得到這段婚姻關係 我的侄子才出生 你明白嗎 所以這些就是 要處理的事情 如果你不處理的話 那你就一輩子 那個濕疹會不斷地復化 因為背後是有這個 力量的糾纏在 即你有這個糾結 如果用回這個術語 即是家庭的術語 就是有這個糾結 那你知道我現在說 我們物理層面的五元素 就是剛才所說 我現在再說 就是鼠尾草 它是地和風 地就是因為它是植物 大地滋養的 它是這個地元素 它有煙的 所以是風元素 我告訴大家 我是不是自己弄香的 我自己弄香 我當然沒有任何 垃圾的添加劑 是完全純植物 自己弄 我現在還跟老師協調 看它什麼時候肯過來教大家 整香 如果它真的沒有時間 就我教大家 但當然它專業過我很多 還有它有時間過我 我相信 我的時間真的很恐怖 然後呢 水元素 就是剛才所說的 鹽 鹽在海裡 是最原始的水元素 然後就是噴霧 淨化噴霧 每天回到家 在你入屋之前 你就很肯定 你不要帶別人的污染的雜氣 入屋裡 污染了你整個屋 所有裡面的人 明白嗎 OK 然後 火元素就是蠟燭 蠟燭 我剛才也說 那一刻斷了 就是你晚上進房間 你記住 是關掉所有燈 因為你不要其他光 和燭光去 compete 明白嗎 你要令到它的力量集中 所以你不會有其他燈的了 只有那個蠟燭在你面前 如果你要排庫 你正在做清理的話 就是用黑色大地輪的蠟燭 為什麼用大地輪的蠟燭呢 它就是把所有不要的東西 Lower vibration 就是低頻的東西 你不要的東西 把它透過你的大地輪 就是你的腳的湧泉穴 其實 將它交給大地之母 讓大地之母去process OK 就不是我們去process 我上一集都提到的 你要踩著石頭 因為石頭 可以是薩滿魔石 可以是十字精石 可以是赤鐵礦 三種都可以 OK 為什麼一定要踩石呢 為什麼不能踩地 我踩著拖鞋可以嗎 可以 你排在拖鞋裡 然後你踩著拖鞋 你就可以吸回它 明白嗎 OK 那你說我不穿拖鞋 我只要踩著家裡的地板 可以嗎 你就可以排在家裡的地板 那你整個屋的人都蠟燭 如果是這樣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你會踩一個石頭 就是它幫你吸光 然後你就用薯尾草分它 過一下那個大地人蠟燭 陰叉 那你就已經可以淨化到它 那就不會你自己吃光 再回頭 重新再污染 二次污染你自己 再污染家人 明白嗎 OK 那我再說多次 為什麼那個蠟燭 你一定要沒有其他的燈光 因為很白黑的 喂 那你就有蠟燭在這裡 都不是黑曬而已 OK 最小的是一個火 然後中尺寸兩個 大尺寸三個火 你每晚只需要堅持15分鐘 看著它 OK 印度瑜伽的Crea Crea裡面有很多方法 洗鼻的Crea OK 然後喝很多鹽水 進去吐出來 都是一種Crea 而火這個元素 都是一個Crea 就是透過淨化你的蟲果體 OK 行不行 這樣就 不可以播其他東西 你說 我還沒看新聞 我可不可以在背景上播著新聞 我不看 我聽行不行 都不行 因為 如果你的腦 專注在新聞那裡 你要清理的東西 浮不出來 我說我的同事 劉同學 他不是就是大前晚 剛才所說的 糟糕了 他大前晚 臨睡 我想十二點多吧 看蠟燭 然後跳上床睡 然後兩點多 突然覺得太陽輪比火燒一樣 然後就起床吐 不是喝得走的 他那天沒有的 OK 因為剛剛才放工回家 因為他是喉輪主導的 太陽輪一定弱的 太陽輪有阻塞 清理他的太陽輪 OK 嘔吐出來 他說 他在看太陽輪蠟燭的時候 OK 腦裡不斷出現的是 戰亂的畫面 你聽起來覺得很荒謬 很離譜 是不是九五到八點 我會這樣 我告訴你 因為 家牌的角度很簡單 你的trauma 你繼承的trauma 不是你個人的 是家族的 OK 我們有很多人 家人是有經歷過文革的 經歷過日治時代 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祖先 如果你們試過真人的家庭排列 你會看到我們的祖先 多麼艱難 多麼痛苦地為了保命 為了延續生命 怎樣逃爛下來 你想想想 有很多我們的父母 如果不是這麼小的那些 都是走爛下來的 而她的清理 影響得她最新的之一 就是原來她家人 經歷過這些戰爭的trauma 所以在她清理的過程裡面 就看到這些東西 OK 那你想像一下 如果她一直看著Facebook Live 或者背部播放《有線新聞台》 或者是聽著歌 那她這東西是怎樣浮出來的 你明白嗎 你要清理的 不會是連絲啞首歌的 你明白嗎 所以我一直強調 就是你們要清空 就是你要完全放空給自己 15分鐘時間 你不要以為15分鐘很容易 其實很難的 你會很睏的 因為 但是透過這東西去幫你 把你裡面 積壓了的東西 清理出來 OK 看完蠟燭之後 15分鐘 不要教鬧鐘 你看到差不多 就稍微看一看 那鐘幾分鐘 夠15分鐘 還未就看多一點 你可以捱到超過15分鐘 By all means 看久一點 OK 那大宗勢怎麼選 大約三個火的力量 一定會給兩個 或者一個要強的 OK 之後 到最後那一天 就是蠟燭 你看到用到差不多底底了 下面會寫一張紙的 我教大家 有張紙的 你要寫你release 什麼的 拿它出來燒掉 OK 整個大地輪蠟燭 就找一個三叉路口 或者十字路口 扔掉它 頭也不回地走了 就對了 OK 很多人都熟 因為很多人都做過這件事 當你清理乾淨之後 你就可以過來睡水晶床 做脈輪療癒 你也可以用其他脈輪的蠟燭 去幫助你 增加你的脈輪的能量 OK 行不行 那我現在分享一下 其他兩個個案 剛才那個濕疹個個案 那個女生 你看到照片 是真的很精靜的 就是它現在是清了 是沒有了 濕疹 那我很期待下一次見到它 那我再打開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因為呢 我現在用電話做Live 那我先打開一下 那我一會兒很快 那大家有什麼要問 就 我希望我可以看到 有一點問 不過 OK HORING AWAY OK 這個是真人來的 OK 對 看到吧 OK 看到不看到我本身呢 是很紅 很大大 就是我認識它 它過來查 問它高我 為什麼會這樣的時候 是這樣的 跟著呢 如果你們上得來多的人 都已經知道是誰了 其實 跟著這個就是之後 OK 看到嗎 它帶著那顆是綠碧犀 看到嗎 OK 好了 它自己說的 它有說 就說 最差的時候 是整個頸和胸口都紅了 都不方便上來 嚇壞你們 好多謝女王一直以來的幫助 濕疹問題真的很困擾 看中西醫都不好 幸好找到女王幫忙 逃一 清理過能量和情緒層面之後 還做了free flow 沒有腐圖 但是很差 從女王連結我的高我 大部分的point 都是針對我身體的濕疹問題 加上高我 等等 加上高我 又說用什麼草去沖身 還有 Ada-san 對應高我反映的位置 拍了骨 OK 又放了幾天假 就好了很多 但是 翻了兩天工 又敏感回 好像徒一那樣 剛好上了女王到昏暑尾草 女王 然後寫什麼 女王健壯 朋友叫我 給我一點時間 再檢查是什麼情況 原來我對化學東西很敏感 又化在皮膚上 女王立刻幫我做事 要清三天 今天8月10日是第三天 頸的狀態是這麼久 這麼久以來最好啦 多謝你們一路的幫助 期待我濕疹 又完全斷尾的一天 愛你們 一個非常甜蜜的女孩 她帶了她的老闆過來 早幾天 無論如何 為什麼她會一回到工作 再來過呢 就是因為剛才所說 她對疫苗 和貓、狗、心思蟲的那些藥 有排斥反應 所以會這麼大反應 這麼嚴重 好奇怪 好 接著我們就講 另外一個個案 其實我很想你們可以問到問題 但我真的看不到 不知這樣算好 嗯 螢幕爆了 我要買電腦 哭哭哭 OK 好正 看不到什麼都看不到 OK 現在再講另外一個個案 OK 我看看我講了多少個案 我講多一個 快快地講 OK 就是今晚 因為今晚一個新鮮滾熱男 OK 一個男子 清理了情緒體 和能量體 OK 即是積壓了的情緒 什麼叫積壓了的情緒呢 就是 如果心理學角度 就叫做inner child 即是內在小孩 即是你小時候 成長過程中 遇到的問題 OK 積壓了的 沒有處理到的 OK 在你的人格上 形成了糾結 OK In a child 這個就是 我們叫做情緒阻塞 即是可能舉例 你小時候 爸爸媽媽 偏心 你覺得的 未必是真的 但你覺得就是 那就是 爸爸媽媽媽 只疼弟弟不疼你 這樣 那你就有個很強烈 不公平的感覺 對吧 那這樣東西 就 伴著你成長 或者小時候 爸爸媽媽媽 經常上班 沒有時間陪你 你覺得好沒有安全感 好孤獨 那這個就叫做情緒 即壓 就是 老朋友 It's been there forever OK 那第二種就是 負面情緒 新的東西 是最近 感覺到的 然後再來 就是你的糾結 你有什麼障礙你 阻礙你 令到你沒有辦法 OK 過到你想過的生活 那這個就是糾結 英文叫做 最後就是 trauma trauma 未必是個人的 可以是家族的 OK 甚至 如果你相信有前世的話 可以是一個前世帶來的 那 我也要提一提 如果做free flow的時候 有機會 出現過不止一次的了 就是 會提到前世的 所以 這方面 就看你個人的接受程度 有些人是覺得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些人是相信 有前世今生的 但是 往往 當時人們對應到 怎樣會這樣 OK 好嗎 那今天呢 那個男生來的 他問事業 他是想問事業的 他主要本身不是想問事業 他是想說他 關於財富的事情 因為他知道另一個客人 有做財富方面的糾結的清理 之後有好好的反應 OK 所以他就很想做 這樣 但是free flow的時候 他的higher self 即他的高我 直接就說什麼 就說 你知道我和黃同學 和劉同學 臉都青了 我們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 是假裝得他好認 就是說 你都沒有take physical action 你都沒有做事 你都沒有採取實質的行動 那你想你的事有什麼分別 OK 你的leader spirit在哪裡 就是說你那個領袖 那個精神 他去了哪裡 你做羊 你去跟人 OK 去富國人 那 你不用開創一番事業 你就繼續跟 就說你沒有take physical action 你的leader spirit去了哪裡 還有說他的人封閉 shut down OK 你都不想跟人交流 不想跟人接觸 shut down OK 不想交際 那你的事業又想怎樣 還沒說完 還剷他 OK 剛才說的那些 是意識層面 OK 先說他個人的情緒 你又怕醜 你又迷惘 OK 你這麼怕醜 你的事業怎麼發展下去 你都不想跟人說話 不想交流 你可以怕醜 但你不shut down 你可以shy 但你不shut down 你起碼是 可能口窜窜 但都會跟人有交流 你是怕走得來 再shut down OK 又是迷惘 miserable OK 人家都看不到 你是一個很清晰 OK 很有leader spirit的人 那 你這個事業 你想怎樣 跟著就說他 你不斷和自己說話 你是codependent 你要依附別人 你要靠別人 跟著說你覺得自己都unsupported 跟著他自己 剛剛有說 他就算要創業 我都要有支持才行 都不夠資金醫 那些 跟著check完出來之後 我說 我做這麼多次生意 我都沒有人搶我的 我沒有另一半 沒有爸爸媽媽搶我的 我都自己儲錢 儲回來 跟著自己去做 他的highest self 他的高的 說他 你又覺得自己是codependent 你要依附別人 又沒有人支持你 又不行 跟著還要說 自己覺得自己不夠了 覺得自己沒有本事 不行 不聰明 那你怎樣 你聽到嗎 說他不take physical action 沒有leader spirit 這個人又shut down 又shy 又miserable 還要跟自己說 你是要依附別人的 沒有人支持你 是不行的 沒有人支持你 沒有人支持你 跟著還要說自己 不夠好 沒有料 做不到 跟著 鬧完了 終於 去到下一句 就說 你計劃一下 你plan一下 你做consultant 這樣 然後 我直接跟他說 我說對 如果你不是shut down 或是shy 你take physical action 你開聲跟我說 你說你掛單在我那裡 我給的 是啊 我都跟大家說 其實我不是那些同行余迪國 你是做靈氣的 我會說你不要過來我那裡 喂好啊 有沒有靈氣導師是好的 你想在我那裡掛單 來啊 來啊 物理治療師在我那裡掛單 好啊好啊 中醫在我那裡掛單 好啊好啊 來啊 這個就是叫他要take physical action 叫他要做計劃 你聯絡不同的healing center 跟別人說 我可不可以在你那裡掛單 做consultant認識 你看不看 就是他的higher self 很直接罵完他之後跟他說 跟著說他那個issue 不是直接說是outside body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說他跟他家人 尤其是爸爸那個連結 因為跟爸爸的連結是影響事業的 OK 跟著跟他說 你控制一下你的負面想法 你現在對什麼都提不起勁啊 這一個是針對他的事業 OK 本來我還想說一個case 是一個女子 她本身只是想free flow 她沒有針對想問什麼 但是說的全部都是感情的東西 所以我剛才三個例子 本來我準備了 第一個就是受醫診所那個女護士 她就是問濕診 OK 說完哪一節 她剛才說的Ada 其實就是我們有一位osteopath的朋友 合作夥伴 就是free flow的時候 通常正常的例子 通常會說很多身體的東西 有一個女子特意從英國回來的 她就是我們check free flow的時候 她的膏是不斷地說 她的身體不同位置的問題 脊椎哪一節哪一節哪一節 哇 說了很多 然後又說肌肉的問題 三十五個item 全部都是說骨頭、關節、肌肉的 我說你年輕的小孩做什麼 她說因為我有一隻柱側患 我看不到的嘛 我坐在她前面 你明白嗎 面對面 然後就是找Ada 即是我們那個osteopath先生 去幫她側患 很多時候你自己不會 原來你的腰痛的源頭在哪 今晚也有一個女子 也是另一個英國回來的客人 就是說她的coccyc 即是她的尾巴 尾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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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你的身體問題先 接著她會說別的東西 可能就是說 你想的東西有些什麼編集 或者是你要留意些什麼 可能會說說做事、說說錢、說說感情 大部分人的free flow都是這樣 但是有 我不是說昨天那個女子的極端例子 就是 只是說感情 而她的感情問題跟她的童年有關 這個我下一集說 如果我記得的話 而剛才那個就是說事業 濕疹的就是濕疹的 是完全完全不同的 今天先說到這裡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就在Facebook 你可以Inbox問我 或者你可以WhatsApp 917-2922直接問我們 好嗎? 拜拜 慢點 快點 responses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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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